立元龍頭選完了 最後國民黨的韓江沛出現 這個過程非常波濤洶湧 儘管他的結果毫無懸念 為什麼講過程波濤洶湧 我要告訴我們 選完的隔天柯文哲居然氣得要告民進黨 爭一口氣嗎 還是再演戲 好 今天要開始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柯文哲主席生氣了 他說 告不告 下午就去告 那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是下午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去告 我不知道 現在漢牆好像沒有 可能請黃珊珊是律師嘛 準備要告誰 告吳珊 怎麼回事呢 我用簡單方式來跟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雖然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昨天選完了 可是紛爭並沒有歇指 民眾黨團PO了一個臉書講說 民進黨怎麼可以把這個錯誤的消息傳給媒體 而媒體寫成了錯誤的報導 說我們民眾黨團居然是怎麼樣 是主動的要跟民進黨來協調協商求合作 沒有這回事 明明是民進黨要求我們民眾黨去幫忙配合 保下蔡其昌 哪有這種事 只有講完之後呢 來 吳珊他昨天半夜11點50幾分 已經快要12點了 他PO了一個臉書 因為他現在是新聞部主任兼發言人 他講說民眾黨說謊 他說民眾黨講的是根本就不是事實 而且他說只是部分的事情 他點出一個重點 他說是柯文哲主席 請注意聽我講 柯文哲主席在投票前一天主動打電話給一屆大佬 請一屆大佬傳話給民進黨 拜託民進黨是不是可以來跟民眾黨合作 但是呢民眾黨這邊 民進黨這邊 對民進黨這邊他們講說 他要的版本是投給黃珊珊 副院長支持蔡其昌 那吳珊講說哪有可憐 哪有人要斷投保一隻手的 所以呢我們因為全力支持游錫坤 民進黨團上下也沒有其他的意義跟意見 所以就回絕了民眾黨這樣子的一個提議 但是柯文哲生氣了 他說我不會說 是你找我不是我找你 觀眾朋友光是一個誰找誰講不清楚 這我上面後悔真相只有一個啊 所以呢吳珊就講說非常歡迎 那我們就上法院 你不是說要告嗎 而且吳珊還加碼說 你不是說是個一屆大佬 對不對打電話給你嗎 對不對 那我這邊掌握的是你打電話給一屆大佬嘛 這個一屆大佬吳珊知道是誰嗎 他說一屆大佬已經跟民進黨中央講說 沒有問題 要告就出庭 一定會出來跟大家把這個事情講得清楚明白 到底誰說謊 觀眾朋友 照理講只有一方是說謊的人 就怕你不告我 如果從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人證物證都在我口袋 大家法庭見啊 對 那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我在聽這個過程當中 柯文哲主席他強調就是說 民進黨他跑來跟我們講 那要我們合作 也就是說他可以支持我黃珊珊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沒有辦法接受韓國瑜當院長嘛 但是我們必須把副院長投給你 副院長是誰 是蔡其昌 蔡其昌是誰 是新潮流 我是誰 我柯文哲 柯文哲最恨新潮流 對 我最討厭新潮流 我怎麼可能投薪潮流 所以拒絕了對不對 但是我會這樣講說 這完全不合理啊 我們從頭到尾就是要游錫坤 我們怎麼可能跟你 放棄游錫坤立保蔡其昌 放棄院長只保一個副院長 這沒有這個道理 國民黨也是這樣講嘛 韓國瑜如果沒選上 江啟人是怎麼樣 退選啊 游錫坤如果沒選上 蔡其昌講說我也不想要當啊 我也不想要當別人的副院長 所以怎麼會有我們主動提議 雖然是51席並不多啦 51席的政黨打退給巴協政黨講說 我們可以不當院長 但請你投給我們的副院長 然後他理由拒絕是因為新潮流 是起一起二 他說民進黨這段時間都沒有來 這個任何的拜託 是在選前的一天才來 這句話我覺得可能 因為柯文哲主義是這樣講 我也覺得有點怪 因為明明游錫坤不是 1月29號的時候就有去嗎 怎麼會說到了投票前天 1月31都沒有人來拜託 游錫坤還到民進黨去 所以呢 這個老哥哥建民就說 拜託不要跟這個民眾黨 有任何的合作 因為他會說話不算話 所以柯建民對於事後沒有跟 這個民眾黨跟柯主席合作 這件事情他非常的驕傲 他覺得說還好你看 我們沒有跟他合作 輸也是贏 我們不在游錫坤輸 不在蔡西昌沒有 而且我們會面子盡失 我們沒有辦法面對我們的支持者 但是話講到這裡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吳針講的跟柯主席 講的差別那麼大呢 關鍵就是你中間人是誰 叫出來啊 到底這個一屆大佬是誰 觀眾朋友 在我們錄影之前 一屆大佬發表公開信了 這個一屆大佬就是陳永新啊 陳永新 一屆大佬他跟大家講 來我跟大家說 因為字很多 但我挑一個重點就好 因為裡面寫很多 其實他沒有批評兩邊 他論你兩邊 其實都很有合作的誠意 不管是民進黨主席 賴清德 或者是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 其實原本都想要 來互相合作 只是最後合作沒有成 那他也是希望能夠 從中去穿針引線 可是根據陳永新的說法 觀眾朋友請注意 陳永新說是1月31的 傍晚的用餐時間 可能大概就五六點的時候 1月31 就是投票前一天 對 投票前一天 那1月31我請跟大家做背景說明 1月31的早上9點半 民眾黨已經宣布 我們就是院長黃珊珊 副院長下午再說 對不對 所以1月31的 大概晚上五六點 用餐時間的時候 本人接到柯主席來電說 如果民進黨 可以 在第一輪投票支持黃珊珊 那麼民眾黨就願意支持 民進黨的人選去當副院長 所以有啊 柯文哲你真的有打電話啊 觀眾朋友 在我們錄音之前 陳永新醫師發表這個信件 我就照念 我也不想介入這個 柯文哲跟吳征之間的官司 可是照陳永新 這一段公開信的聲明 他的講法跟吳征是一樣的 那柯文哲你怎麼敢說 你要提告 你要告哪一條啊 那柯文哲到底為什麼 他的認知會是這樣子 我知道 波基有掌握獨家內幕 等一下波基來告訴大家 今天來看到一個最新的發展 就在幾個小時之前 柯文哲提告了 他不瞞民進黨發言人吳征 說他主動出來喬黃珊珊 當立法院長的這個人事案 柯文哲今天下午正式提告 當然是想以送指霸 卻被民眾黨的前文宣部主任 柯玉安指指 你要告應該要去告傳話的 陳永新醫師啊 而且不管你告得成告不成 最後重傷的都是柯文哲的誠信 我還來告訴我們今天的最新發展 好 今天民眾黨告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的評論標準一樣都是一致的 你上禮拜跟大家講 我會去告那就OK了 上禮拜柯文哲是講我下午就告 上禮拜下午已經過了 這禮拜一了對不對 那你就講說好了啦 我現在禮拜在挑這個 不是 觀眾朋友均無細言 我是用總統候選人的高度在看柯文哲的 台灣以這次來講 就只有三個人是總統候選人 就是柯文哲 侯友宇跟賴清德 是 順利共和安慎為 好 那今天提告了 我來跟大家講進度 黃珊珊她也是律師 她說我們去整理了很多 對我們民眾黨不實的攻擊以及批評之後 妨礙了民眾黨 妨礙了柯文哲主席的名譽 所以我們要提告 一般我們都知道 妨礙名譽我們會告什麼 告刑事 我們要舉證她哪裡傷害我的名譽 而且她講的東西根本不正確 告刑事 可是這次告的是民事 記者有提問 但是我其實聽不太懂 珊珊姐她的意思是什麼 反正她們就是告民事 她們告的不是刑事 這其一 其二 她告民進黨 和她的發言人 新聞部主任吳珊 另外還告兩家有報導 這個新聞的媒體跟記者 所以總共告了六個對象 就是兩個媒體 一個民進黨 然後吳珊跟寫那兩篇 這個報導的記者 這樣加起來 總共三個人 三個單位就對了 每一個單位 韓人求償100萬 所以總共加起來求償300萬 就是三個單位 那你今天要求償是說 這簡介的事情 吳珊講的不是事實 但吳珊所說的時候 我身為一個民進黨的信用部主任 我當民進黨的發言人 我得到的消息就是 柯文哲確實在一月三社的晚上 我們上禮拜有講 對不對 打電話給了陳永世醫師 有沒有這件事 有 看起來是有 因為陳永世是說有 是 另外打過去的時候 還有一個林毅民 眼科醫師也在旁邊 所以有兩個人證證明 他是打過來了 可是柯文哲就 拜託 做賊 是你們民進黨 來那邊盧盧盧盧盧了 盧了十幾天 要我們跟你合作 到後來 才有人叫我打給陳永新的 所以那通電話 他認為他不是主動 所以吳珊的說法是 柯文哲主動 而事實也是 柯文哲播了電話給陳永新 可是柯文哲內心就覺得 那不是我主動 因為他早就來找我了 我現在一天還回播 可是觀眾朋友 這有點複雜對不對 但是柯文哲在1月31號的晚上 播給陳永新那個狀態 不是已經確定 就是提名黃珊選了嗎 那你要播電話幹嘛 是 而且剩幾個小時 就用2月1號要投票了 沒錯 你說先前我還沒有確定是黃珊珊 我們還在討論的時候 你互相理論 別人也都沒有理 觀眾朋友 主動跟被動在這個官司上面 成為一個焦點 我其實是有一頭霧水 為什麼你知道嗎 俊翔哥 因為 對一個政治評論員 政治記者出身我而言 藍綠白在那個階段 喬來喬去 甚至民進黨不只是希望民眾黨投給游錫坤 國民黨也要 也要爭取 對對對對對 來重點來 連民進黨都還要去挖國民黨的票 對 什麼票我都要挖 是 同樣的韓國瑜 五四票兩人能過 但要是一輪以後黃珊超過的 所以國民黨有沒有想辦法 也去看一看 民進黨有沒有人要投奔到國民黨來的 所以都會去問 所以誰主動誰被動 對我來講 這根本不重要 因為一定會談 但談什麼才是重點 是 因為對民眾來講 他的說法是 民進黨有人要棄有保倉 放棄游錫坤讓黃珊當院長 對 但這件事情在我的邏輯看來 根本是匪夷所思 那現在事後 你看包含著卓榮泰 他跟黃珊接觸對不對 他說我跟他談的這三種 一個呢就是黃珊珊可不可以當我們游錫坤的副手 對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黃珊珊你們是不是準備要早上投游錫坤 下午投江啟臣 所謂的有沒有 早上下午投票不一樣嘛 第三個就是我們是游錫坤跟蔡其昌 民眾黨八票可不可以都投給我們這兩個組合 所以不管哪一條路哪一個選擇都沒有要棄油的意思啊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站在政治邏輯 因為一個是54票 一個是51票 斷然沒有放棄自己的50幾票投給8票的黃珊珊 所以我就講嘛 這個底層很簡單 這講的事觀眾朋友懂了 壯士斷碗有聽過 切頭換手不要聽過 我頭都不要了我要留一隻手幹嘛 所以國民黨跟民進黨是不是真有人用游錫坤去換 那現在就對破公堂嗎 就後續官司大家再來談 雖然是民事但也會有一些工坊 到底真相是怎麼樣 陳永珊醫師跟柯文哲之間的接觸 以及林佳龍 來 聚焦哥 林佳龍這件事大條 確實他的問題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被黃國昌指控 你根本就在弄游錫坤嘛 那觀眾朋友 你可能跟林佳龍游錫坤不了解 我告訴你 游錫坤是政國會的精神領袖 為什麼當精神領袖 為什麼 因為過去四年當立法院院長 我當立法院院長我要退出政黨啊 所以他就沒有參與政國會的活動 可是在四年之前 他就是政國會的掌門人 那四年前 游錫坤當立法院院長之後 政國會掌門人變成是誰 他 就林佳龍 所以林佳龍跟游錫坤是有提膝 以及長輩晚輩 以及老師學生的關係 那怎麼現在反而要弄掉游錫坤呢 游錫坤這個水骨是你的成敗 你不要把它撞掉 那林佳龍就是個背骨仔啊 對不對 所以林佳龍他馬上講說哪有這種事 因為跑去跟柯文哲接觸的 一個叫林玉哲 我也是在聽他的名字 一個叫廖子成 這兩個人是林佳龍的朋友是不是 是 確實是朋友 可是他說我們是民間身份啊 我們的想法不代表林佳龍的想法 還有觀眾朋友 今天報新聞 我還跟你講個最實在的 你都不用想起 看新聞看情地 靜下來就有答案了 我就問修相哥 我們假設林佳龍真的一肚子壞水好了 我跟他好朋友這樣講他不會生氣 假設他是啦 假設他真的想要撞掉游錫坤啊 那他能夠把51票通通拿去賣嗎 最好是可以 你以為就是鄭國會啊 你來行了嘛 我再講一次來 導播 講這話要負責喔 假設林佳龍真的一肚子壞水 要賣掉游錫坤 他是有51票喔 他能代理51票 他是總統府秘書長 他又不是民進黨秘書長 黨主席是誰 是賴清德啊 所以你怎麼會認為 一個認識林佳龍的商業界人士 可以代表林佳龍把51票位秘 通通投給你 他憑什麼 他是鄭國會的掌門人 那他怎麼調度青潮流 他怎麼調度音信 他怎麼調度其他的綠色有連線 所以你怎麼會沒有政治常識到認為 林佳龍一個人可以51票拿來換 何況他否認 好不好觀眾朋友 何況他否認 所以政治上的這些耳魚我炸 基本上你把它攤開來看 跳出來看就清楚了嘛 包含索隆泰 我剛剛講啊 索隆泰說 欸 我跟你談是在1月31號之前的事 我為什麼要跟你談 因為我民進黨當然希望你 八票起義來也會投給民進黨嘛 可是我要你投給民進黨的過程當中 我哪一個環節 哪一個條件告訴你 可以放棄游協婚的 民眾黨跟國民黨一企圖合作後來翻臉 現在也是有沒有 民眾黨跟民進黨企圖院長的時候能夠合作 現在也翻臉 所以民眾黨同時跟藍綠翻臉 未來在立法院可能遭到藍綠的假殺 好 我剛剛提到兩個想不透的地方 第一個 如果要官司 為什麼先走民視你不走行視 第二個 為什麼拘泥在被動跟主動 我們來看看 他的前幕僚 柯玉安小牛 小牛就說 今天柯文哲要最該告的是中間傳話那個陳詠欣醫師 你告得成告不成 你誠信都掃地啊 好 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包含陳詠欣醫師他也講 他說他是希望藍綠白可以合 可是陳詠欣醫師 卓榮泰或是柯建民 從來都沒有聽過要放棄游錫坤 那其實賴清德現在是民家黨主席 而且又是總統當選人 所以我剛才講 你問林佳榮有什麼用 重點是要賴清德 那我問俊項哥還有觀眾朋友認識 你今天有兩個什麼企業家 你可能名字都忘記了對不對 林玉哲 廖子成 沒有認識嘛 他跑來你就相信他是代表林佳榮 然後今天卓榮泰來 他也沒有說要放棄游錫坤 你們為什麼會從頭到尾出現 三艙配這樣的組合在遊說 民眾黨自己這樣想 這沒有問題 因為民眾黨當然是希望自己當政的嘛 民眾黨希望黃山當院長 正常 國民黨希望誰當院長 韓國瑜 民進黨希望誰當院長 游錫坤 那是你希望啊 是不是人家嘴巴講的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民眾黨會偏程說 他越談越覺得民進黨要放棄游錫坤 來投黃山山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誰跟你這樣講 搞到現在沒有人這樣子講啊 那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除了沒有人這樣講 你卻這樣想之外 這個政治邏輯非常的奇怪 小牛柯玉安他的講法跟我一樣嘛 就基本上不會有這種對不對 誤解跟政治上面的不切實際 那郭正亮亮哥他也講了 他說會不會是 柯文哲 這個尤其貪念 以為巴西可以吃到五十一集 所以才一時誤相 我不知道啦 但是不太合理 我剛剛已經講了 誰都希望我把副手讓給你 你把票給我 我的院長就能當選 怎麼可能會有人 把自己的五十一集 要通通投給你黃山山 那所以呢 才會牽扯出 是因為林家榮不喜歡看到 游錫坤當選立法院長 這個事情林家榮已經公開否認了 最後我問一下偉翰 所以當他淪為一屆的陽春黨主席之後 要撥版面只能靠濕言 講錯話再來澄清 講錯話再澄清 就有版面了嗎 我覺得 因為我已經多次在我們報警 我跟大家講了 我覺得柯文哲身為一個 第一次選總統就拿到369萬票 就這樣跟我常常講 不容易 對 真的不容易 因為第一次選就369萬票 確實厲害 對 然後呢 政黨票300萬 巴西 算是有影響力 可是你的關鍵少數 不能搞到後來 只看到少數 並不關鍵 這次運動黨選舉 他們就沒有進場 對不對 所以沒有影響任何事 那如果未來 不管是預算跟法案 藍綠都在欺負我們 我們都不管藍綠的狀況是要算 那永遠都不要理你們 永遠國民黨都是54票 贏民進黨51票 算沒有過半對不對 那說這種時候 柯文哲你必須要面對問題 才能解決問題 我剛剛已經講好的部分了 有369萬確實厲害 但是俊翰哥倒回來看 如果你永遠就只有369萬 那四年後你也選不上了 對 你完全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 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你柯文哲的問題在哪裡 你有年輕人支持 你網路YT是第一名 可是你就卡在那邊 你上不去了 你不能亂講話 大家當然知道說 你這個是有前言後語的 可是什麼人會走這種話 難道你要韓國瑜講說 如果只有台北市的人能選舉 我就當選總統了 如果只有世上苦人多的 苦人能投走 對不對 那人家會接受嗎 他才不會講這種話 那民進黨講說永遠都要講 說台語也可以才投票 這個是外省人啊 或是什麼對不對 外省人都不能投票 我們民進黨就早上當總統了 誰會講這種話 選上總統的人 從以前 阿平 馬英九 蔡英文 李登文 誰會講這種話 沒有一個人 如果念大學才能投票 我們已經贏了 但是 觀眾朋友 除了這句話 可能讓人覺得很高傲 或者是很脫序之外 我嚴肅的問俊翰哥的觀眾朋友 有一個問題 你確定 今天只要投大學才能投票 你真的把所有有大學決定的人 加起來 你就一定贏 所以你的意思是 侯友宜這次的467萬票 跟賴清德558萬 你沒有大學生 你真的信 你的邏輯是什麼 我當然反問啊 你年輕人支持你沒有說 可是你說念大學才能投票 我已經贏了 你的基礎是什麼 這怎麼會是從一個總統候選人 一個黨主席的口中說出呢 那至於抗牛友會 這是吳子嘉講的 基本上那天還有寫建龍在野 寫很多 這東西我們就大家見能見識 但是我要回到一件事 民眾黨跟柯文哲主席 如果希望自己能夠比現在更好 你必須面對你現在的問題 簡單講 俊翰哥最後就六個字 理性務實科學 誰提的 柯文哲 是 你要夠理性 你要夠務實 務實你在那裡反而有影響 你不能像這樣這次浪槓 你要夠科學 別再說什麼民調造假 別人的民調都是假名 要這樣的話 你必須真的做到 理性物質科學 你才有可能 2026跟2028